段公子 你需要这种打法 你的灵魄威武施展不出来 你快自己逃命去吧 不行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 我就要保护王姑娘 太怕了 想逃了吧 生死大事 有谁不怕 我是战狠 但我不能跑 为什么 就为了保护王姑娘吗 不错 不如我和你打个赌头 我从一数到十 你再杀不了我 就别再跟我纠缠了好不好 一 二 四三 你在说什么傻话 四五六 天下就有这种无聊之人 好 我就可以赌一场 让你见识见识 本将军的厉害 起码就是一杀十三 好吧 我都数到十三了 你还杀不了我 我看你肚子也饿了 口也干了 不如 我们到无锡城里的松鹤楼上 喝几杯怎么样 楼上两个人 快把那姑娘杀了 下来帮我 别动 一下就看见你的脑袋 你使诈 我见你是个卑鄙小人 段宇死在你这种人手里 实在是冤枉 你要感觉自己死的冤枉 就到阎王爷的面前告状去吧 黎将军 你还有什么话说 如果你真要杀他 就连我一起杀了 否则总有一天 我会杀了你替段宫子报仇 你想叫你表哥来找我 我表哥的武功 虽然未必比得上你 可我却又杀你的把握 真的 你懂的武功 根本比不上我的一半 看是我见你刀法多变 但是五十招之后 看来也不过如此 我的刀法没有一招重复 你怎么会知道 我不如你啊 刚才 你使用了青海艺术派的一招 大漠飞杀之后 段宫子快步而过 而你如果使用灵妃派的 清风徐来 早就将他打倒在地了 又何必滑而不实地 去使用那山西贺家刀法 又何必使诈 骗得他因关心我而分神 你才取胜 我看你对道家的刀法 根本就不了解 道家的刀法 我猜 你肯定以为道家只擅长剑法 却不知道这明家的刀法 刚中带柔 另有一功 你说这么多 不就是想让我不杀这杏段的傻小子吗 看来 你对他倒是一往情深呢 谈不上一往情深 可他肯为我去死 我就一定要为他报仇 我慕容父母 一生为了光复大燕国 现在 却为了这么个小丑争风吃醋 万一传出去 人家还以为我胸无大致 是个耳领情长之人 至于这个段宇 我要杀他还不是一人反掌 又何必急于这一时呢 你不后悔 绝不后悔 好 今天看在这姑娘的面上 暂且就放你这傻小子一马 王姑娘 看来他真的怕了你了 我想这人有点奇怪 王姑娘 我想这都办 就是你说的 悲声风的解药了 吵死了吵死了 上当了 你拿上了我文文 说不定瘾毒攻毒 就能解毒 说得有理啊 这东西臭得很 你真的要闻啊 好臭啊 是啊 我就说得很臭的 再给我闻一下 不行不行 这东西实在太臭了 我宁肯中毒 也不再闻这种东西了 我的手 有一点力气了 这臭东西果然是解药 虽然我现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是四肢又在力气了 现在我们要去哪里啊 阿猪阿碧 他们只怕也中了悲苏清风 咱们既然有了解药 就应该给他们送去 帮他们解毒啊 对啊 我们有了解药 我们就可以救阿猪阿碧了 走啊 我们是不是先把他们给埋了 然后在坟上立个杯啊 好啊 你就留下来给他们料理丧事好了 大炼 出病 做法事 放宴口 等七七四十九日之后 你再去一一通知他们的家人 那 那一把湖姑娘之间该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样呢 一把火烧了吧 那一把火烧 가자 姐姐 你今天总是金生宝货 有什么心事吗 是啊 我是在担心王姑娘 才不是呢 别骗我了 我知道你一定在想她 胡说 现在除了王姑娘 我还能想谁呢 还能有谁 当然是那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啦 死丫头 别胡说 你还不承认 刚才在凉亭里 你目送乔帮主离开时的眼神 我都看不出来了 你呀 一定是对人家动了情了 死丫头 还敢胡说 你快看 那不是王姑娘和段公子吗 王姑娘 段公子 王姑娘 段公子 王姑娘 段公子 二丑阿碧 你们也脱险了 真是太好了 是啊 幸亏乔帮主出手相就 我们才得以脱险 身上猪的毒也全都解了 还有啊 你再敢胡说 看我怎么收拾你 好了 咱们走吧 在小莫房里 多亏了这位段公子相救 不然 我一定再接难逃 我听风四哥说过 表哥竟然要去少林寺 既然我们已经脱险了 那就赶快与他会合吧 段公子 我们要去少林寺 你要不要去 去少林寺 好啊 我正想去少林寺看一看呢 好啊 我正想去少林寺看一看呢 小师父 是谁欺负你们了 我们寺里来了许多西夏人 杀了我们师父 还把我们赶出来了 那你的寺院在哪里啊 我们是爹爹寺的 就在那边 你们还是快走吧 走得越远越好 要是被那些西夏人 抓住你们的话 他们会杀了你们的 看来西夏人把所有中毒的人 都关在天明寺了 这下坏了 乔帮主走的方向不对 也救不了人了 他救不救人 是他的事 你带什么心啊 阿碧 你这话就不对了 你忘了乔帮主 是怎么救我们的吗 段公子 王姑娘 我想假扮成乔帮主 混进寺内 把那些叫花子救了 也好让他们感谢乔帮主 这也算是我对乔帮主 大恩的一点报答 好啊 对我大哥有利的事情 我全力赞成 可是 乔帮主他身材高大 阿珠 你能装得下吗 王姑娘 这你们就放心吧 看我的 老姑娘 是有什么话 要跟我说吗 我想请你扮一个人 和阿珠姐姐一块去 可是 小小鱼觉得不太合适 想我扮谁啊 盖帮的人 已经为表哥害死了 他们的马夫帮主 但是 如果我表哥去救了他们 他们就不会起疑心了 可是这样太危险了 我看还是算了吧 那有什么危险啊 逃跑是我段宇的拿手好戏 可是我表哥杀敌一如反掌 从来就没有逃跑的时候 对啊 那慕容北乔峰一起出现 救人把握会更大 但公子 其实你假扮我家公子非常容易 因为心下人和丐帮的人 都没有见过我家公子 对啊对啊 人家慕容公子 是人中龙凤 我哪儿伴得像啊 不过为了救人 我只好硬着头皮试一试了 就怕待会儿逃跑的时候 总害了慕容公子的名誉 段公子 我刚才说错了 对不起啊 阿珠姐姐 你准备去哪儿艺容改装啊 我要到前面小镇 去买些必须的东西 我家公子戴的是汉玉戒指 这儿没有 也就只好用青田石充树了 这英雄戴汉玉 冒牌货 也只能戴青田石了 这儿是一个人都是 一定会的 今人都没有 跟他比较差 这儿是个死山的 这儿是个人的 这儿是个人的 你就 Kindle 我们又来 黄姑娘 你看看 还有哪儿不像吗 兄弟 你也在这儿啊 大哥 大哥好 你来了 刚才我们正准备办成你 去救丐帮那帮人 现在你来了 阿珠姐姐就不用改办了 阿珠姐姐 好了好了 丐帮那帮人对我无情无义的 我才懒得去理他们呢 对了 兄弟 咱们在进城 好好地动一番酒 再和他四十大碗怎么样 大哥 丐帮的人都是你旧日的朋友 你还是救一救他们吧 你真是个呆子 你现在这个样子 乔帮主能认出你吗 阿珠姐姐 你真是太神了你 慕容兄弟 前面就是天宁寺了 到了四里以后 不管西夏五十跟你说什么 你都不要搭理 有个个来应付 你只偷偷地去解丐帮的毒 好啊 要是待会他们非要跟我动手 该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走一步是一步吧 驾 说 你们把该帮的人藏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 你要是不说 跟他赢一下 说 我说 我说 将军 将军 把那些叫花子 不 是该帮的英雄 全都关在 无心的天宁寺里了 我两夜不敢跟我说我了 我怎么回来取你的狗命 站住 你们是什么人 据通报你们家将军 就说丐帮的乔峰 还有姑苏的慕容妇 前来拜会赫连铁树将军 你们 你们就是中原赫赫有名的 北乔峰南慕容 正是 你们不是一直在找我们吗 我们现在自己送上门来了 还不快去通报 所谓北乔峰南慕容 今天能同时见到 当今中原武林最有名的两个人 不枉我此行啊 二位请 走 二位请坐 听说 乌苏慕容世家世代 洗脸天下武功 杀敌 一定用的是敌人自己的拿手功夫 他慕容父子 严谨轻轻轻 竟然有这样的本领 真是让我钦佩啊 今天还望 慕容公子 露几手 让我们开开眼界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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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古苏慕容哥号称精同天下武功 嘿嘿嘿嘿嘿嘿 我看不见得吧 嗯 看你那副门走走的样子 骨头还没有三两咒 我玉老二怎么就不信你有这么厉害的武功呢 看来我这个傻徒儿 并没有认出来 二朱姑娘的义荣书 果然厉害 小子 那我岳老二 又会什么武功啊 你要是和老子动起手来 你咋都用他妈的 什么功夫来应付 才算是以老子之道 还施老子之身的 慕容小子 你快点说 我岳老二 到底会什么功夫 南海恶神岳老三 你当年最拿手的本领 是扭断别人的脖子 现在嘛 这几年武功长进了 最得意的本事 是恶嘴俭 不过慕容公子 你知道我的武功 这算不了什么 要是如果你连我师父的武功 也会的话 我就算真的服了你了 那你师父是谁啊 我最近新拜了一个师父 他的名字叫段玉 别的不用说 光是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灵魂魏魄 当今世上就没第二个人会 你是拜大理国段玉公子 为师父 那既然如此呢 你师父的绝技 你已经学会了 恭喜恭喜 没有没有 我师父没有把这套 灵魄魏魄伏传给我 不过慕容公子 既然你对天下武功 无所不知的话 只要你能够走出 三步灵魄魏魄 我岳老二 就算真的服了你了 好 我就试试 岳老三 你来抓我 我就算蒙香引擎 你也帮助我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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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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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着 南海恶神 慕容公子的 灵魄魏魄 给你师父比起来 怎么样啊 好啊 你小子蒙上双眼 居然能够躲得过 我数招快功 估计就算是我师父 本人也不一定 能够办得到 孤粗慕容 名不虚传 我南海恶神 算是服了 诚上 好灵力的掌力 能有这样掌力的 天下恐怕只有交锋一人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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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先生 大将军现在在哪里 偷袭盖帮的使者受了吗 盖帮的人都抓到天灵寺里了 大将军亲自作诊 很好 那袭军你的又是谁 是个高大的汉子 功夫极高 果然是乔峰 那人现在去哪了 他到天灵寺去了 估计是要去救盖帮的人吗 他怎么会去天灵寺 是你告诉他的 嗯 我 我 废 你 你 天灵寺 听说大将军 派出了庶民的高手 以上城的武功 擒住了我们盖帮的几位兄弟 还请大将军看在南慕容 北乔峰的份上 把他们给放了 哈哈哈哈 不错 我是抓了几个教法子 不过 乔帮主 总不能就凭你这 随随便便的几句话 我就把人交给你吧 哈哈哈哈 刚才慕容公子 大显身手 果然是名不虚传 哈哈哈哈 乔帮主的功夫 和慕容公子齐名 要是也能露上几手 让我们瞧瞧 只要我们能惜福口福 我和连铁术 一定把贵帮的英雄好汉 交给你 嗯 这个嘛 好说 好说 哪个混蛋下毒啊 哪个兔崽子干的好事 哦 来 嗯 嗯 嗯 哦 他们怎么毒自己的毒啊 谁用北苏清风 快去查明 快打解药来 丁报将军 属下们都没放毒 属下们都中毒了 动不了了 那是谁干的 快去查明 我要活活死了他 大家 现在你动都不能动 怎么查呀 大将军 我看现在赶快 想办法戒毒吧 咱们快走 嗯 乔帮主 留步 有劳乔帮主 先把我们解毒 在下 定要中邪 谁去喊你的中邪呀 我还要给我的丐帮兄弟们解毒呢 兄弟 咱们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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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长老 时间紧迫 赶紧给其他兄弟解读吧 好 来 不知道这位英雄的罪行大名啊 吴长风代表丐帮上下 感谢你的救命的大恩大德呀 在下大礼 在下父姓慕容 帮主啊 你怎么 你怎么认识慕容公子啊 小爷和慕容傅 原来是好朋友 这个以前咱们还真不知道 怪不得乔爷在杏子林 那么被慕容傅 开脱呢 这些事情 以后慢慢再说 走 咱们去前面 看看那些西夏人去 下 这些东西是好险的 是啊 要不是突然冒出一个傻徒弟来考我林波威布的功夫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呢 这些老三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这徒弟没白收 短公子 你说下毒的人会是我们家公子吗 你都猜不着 我就更糊涂了 过大哥 别吃 肥的 你不能见他 为什么 我扮成他这个样子 怎么跟他见面呢 那 那怎么办呢 咱们还是赶紧躲起来吧 走 好 乔邦 乔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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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回来了 这些膝下人怎么处置 请帮主发话 我现在已经不是帮主了 以后 你们不要这么叫我 你们受伤了没有 多谢帮主相救 我们种的毒啊 都已经解开了 帮主 你还记得在性子邻里接到的那张辣漫传书吗 就是徐长老不让你看的那张 徐长老 拿出来给帮主看呢 启离帮主 启离帮主 西夏和联铁树将军率同大批一品堂高手 前来中原对付我方 他们有一种毒气叫悲苏清风 可以令人全身无力 只能束手就擒 危急万分 窃窃警惕 大信分布 一大标 这个消息倒是来得及时 可惜我们没有看到 结果 我们说得不明不白 帮主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白石敬 今生永不忘你的先救之恩 白大老说得对 帮主 要不是你和慕容公子及时相救 那咱们盖方就全都完了 什么慕容公子 帮主 刚才有些浑人 不知好歹的胡说八道 请你不要放在心上 就算你和慕容公子是朋友 那又怎么样 慕容公子 那就是慕容父了 我不认识他 慕容父来过这儿 刚才那位慕容公子 自称父姓慕容 也许不是慕容父 天下姓慕容的人很多 不一定就是慕容父嘛 乔风 刚才你和慕容父 一起来到这里 大家都看到了吗 你何必装成这样 徐长老 你的话我听不明白 我什么时候和慕容父 来过这儿了 我看你是看错人了吧 帮主啊 没人不做暗事 再说 你救了我的命 这是好事 有什么不好说的呀 吴长老 难道你也看到我了 你看 这是你刚才给我的解药 你忘了 我给你的解药 吴长老 你刚才真的看到我了 既然你们平安无事 我也就放心了 乔风告辞 按 乔风 把打狗棒留下 打狗棒 我已经在杏子林 交还给你们了 我们被抓的时候 那打狗棒 被西夏狗贼拿走了 我们刚才找了半天 他们身上没有 肯定是你 趁机把他拿走了吧 徐长老 我乔风 现在已经不是盖帮的人了 还有什么打狗棒 你太小看乔风 小帮主 帮主 段兄 快给我们解毒啊 老大 您终于来了 你们都上了这副德行了 那些狡猾子呢 我们都上了 这个破将军的当了 眼睁睁的 看着那些狡猾子都跑了 你让我恶果满意丢进了脸面 换回你的心下去吧 千万别让我再见到你 爹 你让我回来了 爹 娘 杀不定你了 竟然是个武学高手 可二老都是普通的庄稼人 不会一点武功啊 他为什么会来杀他们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 爹 娘 你们一生当中与世无争 是谁向你们下这样的毒手 爹 娘 糟糕 咱们来迟了 乔丹 你 乔丹 你们乔丹人简直捉狗不如 乔丹怀夫妇白养了你这么多年 就算他们不是你的亲生父母 你也不能对他们下这样的毒手啊 你还是不是人 还是不是人 谢口喷人 我来的时候 二老已经被人害死了 乔丹 不要再捉摸作样了 你杀你养父养母 是为了灭口吧 可惜 你是气单念种的事实 早已传遍了整个武林 今后 你只有死路一条 几位 都是少林寺的僧人吧 我们都是少林弟子 乔丹 你师从玄谷大师 我们也算是同门师兄弟 可是你未免太过狠毒 别怪我们不念同门之仪 几位大师 你们慈悲为怀 但是确实是误会我了 不要再怀言小语了 就算我们救不了人 城外凶手总是来得及的 看招 天下人打我 而我乔丹又不还手的 只有我爹和我娘 只可惜 他们二老已经被大恶人给害死了 那个大恶人就是你自己 我乔丹要杀人灭口 现在是易如反掌 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希望你们今后能够明白 还想杀人灭口 只怕没你说的那么容易吧 乔丹 你最好老老实实束手就紧 跟我们回少林寺 听后方丈发落 我乔丹不想得的各位大师 告诉了 他跑不远 分头去追 是 一样 无论我乔丹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的养育之恩 我永远不会忘记 你们放心 就算我走到天涯海角 也要找到杀害你们的凶手 爹 娘 娘 丹 雨 厉害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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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炫酷师弟 你还有什么未了全心愿吗 贫僧收剑时 师父给我取名为玄谷 佛祖所说七苦时 生老病死 愿赞慧 爱别离 休不得 天色尽力拖着七苦 却只能妒忌 不能妒忍 今天 炫酷偿还素衣 你们 应该欢喜啊 师弟 袭击你的人 究竟是不是姑苏慕容赋 方丈师兄 你不要再问了 愿一愿相报 何时了 众位师兄师弟 如果 再为我去报仇 杀伤人命 这样 只会增加我的业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师弟大觉高尽 做师兄的太过执着了 我想静坐一会儿 莫想忏悔 你排尽心中余孽 求得圆满 才好 西区参拜卧府 好吧 师弟多多保重 愿你早得正果 外面的客人 请进来吧 弟子乔峰 靠见师父